我家人的長輩很多以前當兵 有幾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過仗 變成follow 他們的 steps 參加英軍 我新兵當時訓練 因為我的手是受傷的 所以大陸那三年半就留在Trading Depot 做一些runner的工作 做Bartender 接著就是RCD Road of Transport 運輸兵團每年都有海外的演習和訓練 通常去的是婆羅洲、文萊多或馬雷西亞 我們去的時候剛下大雨 有些兵要試爐地一踩就已經掉落水 沉了我們就跳下去 因為他背了東西 背了槍 他又不倒水 我們都很害怕 我記得走一條直線去 只是過一條河而已 在羅倫大廈走過頭 為何會越來越多河流呢 過完一條 又一條 為何都未入到我們駐紮的營地 但當時已經天開始黑了 還有很多記者 看著 他好像玩山片要湧起來 我就死了 死了 死了 這樣怎麼辦 啊 怎知道有人發現了甚麼 出前一丁的公仔麵那張包子 很大聲叫 找到了 找到了 接著就已經無線電打過來 你吵甚麼 已經在門口吵傷了 就1975年的越南難民潮 我們會載他們上馬加里醫院 幫他們檢疫 接著要載他們到全港 我們24小時不停地載他們去 應該是1979年尾 這個抵抵政策已經取消了 但也有很多人走下來 那時候影響到 我們所有人都要去邊境守住 生活就是早上睡覺 六點鐘就開始去邊境守住 其實我是29營運輸隊 電單車表演隊的隊員 都是因為電單車練習 我應該80年都撞電單車受過傷 當時我們開頭表演 我們是駕駛英國車的 英國的電單車 駕駛英國車和油門 跟日本車不同 我剛才駕駛電單車 當時我是不知練習甚麼邊境 但很急 有機會撞 在情急之下 我當然是殺制 誰知他不是殺制 就變成踩空了 車更快一點 還衝到牆壁 很劑化 牆壁有兩個手印 有一個頭印 就是趴在那裡 但我發覺歧視不多 但我發覺歧視不多 有一定我見到的都有發生的 可能發生時有些誤會 或者民族性、習慣不同 對不對 譬如飲食很簡單 譬如我們中國人吃粥 當然是很熱的 說一聲才會過癮的 那些鬼佬一聽到你說 已經手都鎮起來了 你不要吹 罵你做甚麼 譬如可能就是 這些開始一個衝突 我想是這樣 我想是那時候應該 79年底和80年 英國那邊我知道很蕭條 但是去到那邊 我發現感覺到 那些人情味反而很濃 所以我覺得那些人比較 很友善 所以有時候有些學到東西 就是他們很nice 對人 因為有些英軍 感覺上當然要呼呼喉喉 有一類這樣的人 但是我發覺那些人不成功 是那些平時對人很nice 那些肯聽說話 對人很公正處理的東西 那些人才成功 我感覺上 這東西我是慢慢可以模仿到 慢慢可以學到 黃家退伍軍人協會 香港及中國分會 成立於1946年 軍人適應不到新的生活 甚至找不到工作 因為他可能受傷 可能他老 可能他身體不好 所以會設立 幫助這些退役軍人 其實這樣 黃智英兵 據估計 我們估計 現時還在香港生活中 都有八千至九千人 希望將來 他需要幫助這些退役軍人 他能夠 但我聽到 他是有很多的 人 也會做到 他能夠 他能夠 有多一點 他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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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夠